我是笑婷 昨天男朋友过生日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专门找了一个要好的男性朋友 问她男孩子喜欢什么 那当然是A.J.了 最后在她的见义下送了男友一双A.J. 但是男友好像一点也不开心 到底怎么啊 啊 怎么了 A.J.是假的吧 你想不通就会不开心 不开心就会问你的男性友人 男性友人就会向你拼命道歉 对不起啊 A.J.是高仿的 正品真的太贵了 我不知道应该你男朋友只喜欢贵重的礼物 我以为只要是你送的都是最好的 不是心意最重要吧 然后你听完以后 就会觉得你的男朋友事有点多呀 然后她会经常找你聊天 希望你跟她介绍个妹子 条件只有一个 我觉得吧跟你一样好就行 然后她会告诉你 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个妹妹 然后能不能称你为妹妹 然后她会偶尔叫顺口叫成 然后会立刻记得自己叫错了 和你道歉 我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 特别想起你 你别介意啊 然后有一天你男朋友发现这哥们居然跟你发消息 叫你宝宝 这是我朋友 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什么都不是 我 然后你去找他想把事情说清 我男朋友又误会我和你了 刚说我开头他就会开始道歉 对不起 看来我的存在让他不开心了 他这真的很爱你 所以他控制欲才会这么强 算了 你们好好在一起吧 你把我删了吧 我祝福你们 然后你听完觉得男朋友真是小题大做 狗无力去导 然后你们的生活鸡飞狗跳 最后 偷我 这种男的你们觉得他暖心 我们叫他中央空调 或者绿缠男 没着讽 一个总想告诉你点什么的视频 所以 买鞋要找我 比较稳妥 这是一条卖鞋的广告 那要怎么买呢 视频下方留言区和我留言互动 然后私聊我也可以哦 爱你们 我爱你们 我摸到 我摸到 我摸到